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来学习 上 下 左 右 我们会编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有的小朋友 左右搞不清楚 第一题 请在站牌上写上编号 总共有九个 好 所以我们第一张九个站牌是怎么写的 还记得吗 如果小朋友忘记顺序 从哪里开始写的 就赶快回去拿第一张来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九个站牌 以后写字的位置呢 就是根据这九个位置来写 好 还记得吗 老师刚才有教哦 第一张的影片 还记得吗 第一张的影片呢 老师有教哦 来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数 站牌在这里 1 写多大 大概跟这个站牌差不多一样 大就好了 2 3 好 接下来 这也一样 30个小朋友 有一个小朋友写错 因为他们都不专心 4 5 6 好 顺序是这样子哦 记得 7 8 9 好 写完这题的 现场教学 请拿给现场的老师批改 写对才可以写下一题哦 好 网络的 继续影片往下看 好 我们这边是 影片教学 所以小朋友 不可以真的是 看一题 回去写一题哦 这个跟边看边写答案 一样 都没有学习效果 老师如果觉得你看太久了 我们会出现 暂停 先做笔记 这个画面之后 才可以开始回去写 但是老师介绍的时候 介绍完一题 老师就会说 现场的小朋友要去写 这是老师要强调说 写一个 给老师改一个 但是不能马上回去写 除非出现老师刚才讲的 暂停 先做笔记 每次看到这里 就可以回去写 接下来第二题 苹果在几号站牌的 右边 这个也很多小朋友会写错 一年级的都听不懂 那幼稚园的 更严重了 我们等一下找到谁 苹果 这边是右边 我们的定义是这样 从我们的荧幕这样看过去 这边是左边 这是右边 好开始 苹果在这里 所以它是在谁的右边 是五号的右边 还是六号的右边 很明显就是五号的右边 它是问苹果在哪里 所以它是在五号的右边 这样就是答案了 有的小朋友搞不清楚 注意一下 所以第二题 苹果在五号站牌的右边 接下来第三题 桌球在几号站牌的 左边 写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就要先找到桌球 桌球在谁的左边 是这个呢 还是这个呢 我们来想一下 八号的左边 好 就是对了 七号的左边 没有啊 没有桌球 九号的左边 他是在九号的左边 但是最接近谁 最接近八号 所以答案是 所以第三题 桌球在 八号站牌的 左边 好 所以现场教学的固定 就是看完影片之后 一题 一题 好 写完一题 给现场的老师批感 好 对了 才可以继续写下一题 好 网路的呢 是根据刚才的暂停 先做笔记 好 只要 有看到这个 小朋友 不管是现场教学的 或是在家里自己写的 都可以 先回去 做笔记 第四题 铅笔 在几号站牌的 左边 好 一样的 我们来先找铅笔 好 找到了 铅笔在这里 它是在谁的左边呢 我们看三号 三号的左边 对了 二号 二号的左边吗 不是 所以你要注意 它是问在谁的左边 你要往左边看 好 因为有的小朋友 现在第一年级了 搞不清楚 谁是谁的 左边或右边 好 看清楚 铅笔在谁的左边 你先找一个 三号的左边 对吗 好 对了 二号的左边 对吗 不对 所以重点是左边 所以它是在 这里的左边 看清楚哦 好 第四题 铅笔在 三号站牌的 左边 好 我们这一页呢 就会介绍到这里 剩下的几题 自己要自己写了 好 现场教学的 记得一题一题 给老师批改 然后网路教学的 可以 开始写 然后 如果有家长赔了 是先给家长看过 比较好 然后网路教学的 目前传给老师的时候 这边都没有要打勾 都没有要打勾 是老师改完之后才可以打勾 好 好 那我们以后就不会再这样一直啰嗦了 一直讲了 就是 现场教学的就是写一题 改一题 但是什么时候去做笔记呢 或者是写字 画面有出现 暂停 先做笔记 这个画面就可以回来写 那 记得这个影片只是教你怎么做 怎么写 所以你要看好 我们第二页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